宜蘭著名的羅東夜市旁 17號上午路口紅綠燈燈箱 突然砸落地面 還好沒有砸到人車 也沒有人受傷 但巨大聲響 嚇壞了附近的民眾 縣府調查是因為 燈箱老舊材質淬化 才會發生意外 也將對峽區燈箱 進行全面清查 相同材質的會優先臺環 沒有外力撞擊 這路口紅綠燈燈箱 卻突然砸落地面 落下瞬間燈箱零件四散 還好當時燈下無人 只有一名騎士正巧騎過來 準備在路口停等紅燈 看到天降燈箱被嚇到 看到這幕附近店家也被嚇到 事發地點就在宜蘭羅東夜市旁 17號早上10點多 這個長約108公分 寬約36公分的後置燈箱突然墜落 就怕後續釀意外 熱心民眾停車拍照存證後 將零件移到路旁 縣府貨報也趕緊派人 一小時內修復完畢 經瞭解是設備老舊 材質脆化的原因 那個是老舊的燈箱 它是屬於PC的材質 那有脆化的情況 針對下去有這樣子舊有的 那種燈箱的一個材質的部分 會做全面清查 然後優先臺環 或許縣府將後置燈箱 換為鋁合金材質 也將全面清查 優先臺環相同材質的燈箱 避免天降紅綠燈事件再上演 記者宜蘭綜合報導